夏天呢,一定要戴一件我身上这样的蕾丝外套 因为它是全蕾丝呢,它就会比较透气,比较凉爽 然后如果你平常只穿一件小背心全配清凉的话 想增加一点方便的丰富性的话 你就可以套一件像这样子的蕾丝外套 那它上面呢,有不同的领格位 在袖口跟下摆的位置呢,都有拼接这样子的流书的设计 做了一点点明俗风的感觉 摸起来都是非常轻敷,然后它的蕾丝和花纹都是非常细致的 那里面这件的背心呢,穿起来就是薄的针织,很舒服很柔软 然后前面呢,是比里一样,露出的索布,带点点小小的性感 还有我身上的这个白色呢,还有灰色,灰色的条纹 还有黑色,黑色的条纹 三件都非常的选择,而且都可以可爱解决的部分 它在下摆的地方做了一点不收鞭,所以拆起来就有点甩鲜的感觉 然后这边呢,有两条颗布,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色彩 那它就是非常的白啊 所以它会刷上去的颗布 那它还有两颗颗色,除了我身上的那个淡一点白色的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,是深蓝 如果想显色一点的话呢,也可以带深蓝色 如果想要夏天的感觉的话,也可以带我身上的浅蓝色哦 那这个感觉是有三尺寸的哦,我身上穿的是第四号 circulation 饼下奶 饼ası 饼有些.... 饼奖